那現在請李維英議員總質詢 50分鐘 可以找機會 可以跟大家共同打拼 來協助我們的生肆 可以進展進步 讓我們的南區 可以看有機會可以蛻變 可以更快速的發展 所以我想 我們今天 就來先進入我們的今天的主題 我想最近的 這個國際的經歷 其實有發生很大的變化 特別是在美國選出一個新的總統 川普總統以後 其實大家 特別是在研究到國際關係的學者 都提出經過 說這個川普 有可能會退出亞洲 另外一方面 在我們的這個對話 中國 大家也在歡樂 所謂的習核心 中國正在快速的崛起 所以 一方面是美國 退出亞洲 一方面是中國 快速崛起 其實 亞洲各國 這個 無步 人人自為 所以 大部分 亞洲各國 大概都拆出兩個方式 第一個方式 就是 共化主心 的這個 這個 力力 第二個方式 就是 是 國民黨 它主要有兩個意義 第一個意義 第一個意義 就是 政府 如火如土 在推動 深南鄉政策的實施 我想 今天 我要特別來請教我們 台南市政府 你們準備好了 Are you ready? 我想 今天 我們 特別來講到 這個 新南鄉政策這 我想 接下來下一頁 再下一頁 我想 這 要來 跟 我們的 這個 教授長請教 不知道你們對 新南鄉政策 敢有了解 這 我們 這個 當然 這道的 新南鄉政策 加過期 來 包括到 南亞的印度 或是我們的 澳洲 紐西蘭 但是我想 他就要離台灣 最近的 經濟組織來看 我想 這個就是 東協啦 這個 我想 先來 這個 請教 我們 採責我們所謂的局處長 感覺說 這個 中央 推動的 新南鄉政策 跟自己的業務有關 拜託請 拿手 好嗎 新南鄉政策 感覺 跟自己有關 可以請拿手 好 這樣 請放下 謝謝 好 我想 不然我們 我們來科技 我想大家的事例 其實可能 不太好 這例比較小 警察局長 東協死果是 哪死果 警察局 好 好 好 沒關係 這樣 沒有那個 隔壁先問消防局長 好了 大大姐 東協死果 大概就是 馬來西亞 越南 泰國 緬甸 還有 菲律賓 文萊 都看到 好 好 我來請教 我們對這個東協死果到很親密的任務 沒有這個方局長 我來請教 東協死果 裡面有一個寮國 寮國的人秀是什麼 寮國 廖國的人秀是什麼人 不知道 問一個 可能比較簡單 這個 新加坡 新加坡 什麼人 李顯龍 李顯龍 阿菲律賓 菲律賓是 杜總統 杜總統 他可能沒什麼杜 杜特地 杜特地 好 好 辽國你不知道 那個 那個 好 請說 局長請坐 那個 新聞及國際關係處 這應該是你專門科 辽國的總統 辽國的總統好像叫做 本 本籍特拉籍還是本 本洋特拉籍 臥拉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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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緬甸 緬甸 他的 他的 他的總理 他實際掌權的是 不好意思我名字不記得 緬甸實際掌權的是 翁山斯基 翁山斯基 但是 他有一個總統 叫 這個 定竅 他算起來算他的 拍檔也算是他的 影子總統 那 那個 泰國呢 泰國的國王才剛就 就任 泰國的國王是虛偽元首 對 他實際掌權的是 是德捷的領導人 不好意思我名字也是外地 沒關係請坐 陳中彥局長 你應該很知道 帕拉玉 沾黑茶 不錯喔 這有認真 這樣我給你請教 這個 東協石果他們每年 其實都有 這個擔任 輪子果 這跟議會台會一樣 他們都有一個 輪子果 今年輪到哪一國 做輪子果 今年 東協國家的 這個 輪子主席 是寮國 寮國 陳中彥局長請坐 沒錯 就是 就是寮國 所以 其實我想 很 清楚 其實 大家 對著我們東南亞 特別是我們東協 可能最基本的 資料 我們要再加油 這是最基本 想說 我們要來台灣交流 阿公 說 不實在 割英文割總統 其實這是很奇怪的事情 所以 完全想 我們要進一步 又對我們的東協 還是相關 小英總統的新南向政策 相關的政策內涵 跟政策未來 要來交往 這些國家 應該進一步 再來了解 好 下一頁 我想 我想這個 經過相關的資料 其實我們 我們 台南 到政為止 中間 有三萬 兩千名 新移民 這個 這個 包括東南亞的新移民 或者包括來自中國的新移民 或者是包括來自東南亞 中國以外 可能 有世界各國的 這個 新移民 都 這個 大概有三萬兩千名 那其中 其中 我們剛才所說的 東南亞 來自東南亞的 將近一萬名 大概有九千七百六十七名 將近佔了三成 那來自中國 到港澳地區 佔兩萬幾名 是 這個 大概是佔六十六趴 好 下一頁 那 依照 學生素 來看 一直到 一百 公司一年的時候 今年 這個學生 開國小的 學生是 九萬兩千幾名 開國中的 學生是 五千幾名 我想請到 教育局長 教育局長 陳局長 請問我們現在 國中 國中生 全部 有幾名 國中生 現在有 四萬多一點 四萬一 四萬二十左右 國中生 有四萬多一點 那國小咧 國小 八萬七千多吧 將近九萬人 八萬多人 所以其實 我們從這個 數字來看 其實 不管分 這個 新一鳴的小孩 他是 來自 這個 到底是東南亞 還是來自中國 其實 我們看到 大概 將軍 和我 校長所說的 這個數字 其實我們新一鳴的小朋友 其實 佔我們學生 的人口 總數 大概 將近八分之一 甚至還超過 大概是 13% 14% 左右 其實可以說 相關的比例 非常感激 請坐 謝謝 下一頁 所以我想這面對到 我們這個 新的 來 中央政府 新的 推動的政策 我們剛好也來 看到 其實我們的 這個 新一鳴的 成員 其實 來自於 這個 我們的 小朋友 他其實也 佔了一層多 其實如果 邊境來看 我們台灣的生育率 大概是 這個一個家庭是 大概是0.92 還是0.94 一個家庭 一個爸爸 一個媽媽 結婚之後 生不到一個小孩 按照這個 比例來看 其實 我們可以發言說 這個未來 有很大 這個機會 未來 10年 甚至20年 未來都有 可能 這個 新移民 佔我們的 台灣的 這個人口總數 會是相當大的 比例 甚至是18歲以下的 小朋友 當然 這個值得欣慰的 兄弟 他是 補充到台灣 少子化的 一個人口 但是 這個相反的 這個 新移民 這個 來跟台灣 的原本 他來自於 不同的國家 不同的社會 甚至來自於 不同的家庭 來到台灣之後 是不是 這個 這個 有機會在台灣 能夠獲得 受到 良好的教育 有辦法 跟台灣 有辦法 來融合 甚至未來 成為 忠實的 台灣的 未來 經濟發展也好 科技發展也好 國家的動量 這 端靠 我們的 不管是中央政府 還有地方政府 要共同去打招 所以 我在這裡 我來 建議 建議 我們的市府 願 市府 可以 來 推動 南向政策委員會 或是東南亞 這個 政策委員會 因為 其實 市長也知道 其實這些 相關的政策 都教到 各個各式 都有相關的關係 所以 期待 我們可以 來推動 相關的委員會 來創作 這幾項 的 環境 所以 包括 這個南向 市府委員會 東南亞 市府委員會 可以來建立優先 的環境 保養到 冬蘭仔的 人材 也可以來促進 我們生氣的交流 增加 我們觀光的民調 也可以來 暢通 我們教宵的觀察 所以我想 今天我也要利用 一些時間 要一直來檢視 各局勢 現在 現出是 對到 我們的新南向政策 還是相關的政策 我們目前準備好的程度 下一個 社會局長 我想請問你 社會局長 我想請問你 一個新移民 或許他 來自 菲律賓好了 那請問一個新移民 來到了 台灣 那 大概 他需要我們社會局 還是他個人生活上需要什麼樣的事情 我們社會局都有所謂的新移民的 新住民的這個 我知道 我只是想要你告訴我 他需要什麼樣的事情 他需要的當然就是他的一個適應 文化的適應 語言的適應 還有當然就是他家庭的這個關係的一個適應 跟台灣的家人的一個 那適應 那適應後咧 適應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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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在讓他有相關的一個成長 或者是就業賠利的這樣的行為 就業的賠利嗎 對 互相的交流 是交流 好請坐 謝謝 那我想剛才這個局長這個有特別說到 其實一個新移民來到了台灣 最重要的第一個是語言啊 跟文化的一個適應 那之後 他在他的家庭裡面 適應了 對台灣的文化社會語言 有進一步了解之後 就是要找伴 要交朋友 這是基本的領館 所以要交朋友 交朋友齁 所以第二項 就是他們要鼓勵他們 佛相的交流 佛相的交流之後 另外一個方面 也希望我們台南 可以有更多對著這些新移民 或是說長期在台灣的這個移工啦 來自這個東南亞 的這些這個外勞 能夠有進一步的友善環境 那 再進一步 可以 來 讓他 利用他本身的專業 沒聽到 是他本身 可能他來自他的故鄉 有很豪華的小吃 沒聽到 他有這麼好的手機 沒聽到 他有這個他最好 他有本國的這個語言的能力 這 就能夠進一步來協助他 來動作他 可以在台灣 來吃頭路 補充他們家庭經濟 最重要的武器 所以第三步 就是利用他們的專長 來取得證照 最後一個部分 就是我們應該 給這些新移民的小朋友 當然 除了來自中國 這個 來自東南亞的小朋友 的媽媽 我們應該想辦法 鼓勵他 鼓勵他 可以把他本身 他的這個母義 可以來進一步 來勞 給他的小朋友 在家 除了解說 這個 我們的大義以外 應該 也要來鼓勵他 來講 他這個 相關的母語 甚至在學校裡面 也應該 要來設立 相關的這個語言的課程 讓小朋友 能夠 這個 學習他們的母語 不知道 教育教授 我們對相關的這個 新移民的母語的課程 不知道我們有沒有 來做建制 跟議員報告 就是我們 從104選元度開始 我們經過盤點就是說 我們在台南市的這個 新移民裡面呢 以越南級的這個 最多 佔了四成以上 所以呢 我們有開設 越南語的教學 那麼 104選元度是 9個班次 那105選元度 有20個班別這樣 那其實我們也 針對於那個 越南語的師資 這個部分呢 在今年 105年的暑假呢 我們也辦理了 這個 研習的工作方 也就是說 透過我們號召這些 新移民 他們來上 我們這個 教學相關的課程 然後再請他們 到學校裡面呢 去上這個越南語的課程 我想 剛才有說 局長這個 越南 來自越南的西民 超過四成 那所以我們現在 以越南語為主 越南 那可是其他相關的國家 其實也是需要的 這個在拜託 這個局長 想方設法 因為剛才我 想說的 這個 就算是 他的 輪子國的主席 他也是都教倫的 所以教倫的 進行之下 我們可能也需要 這個 吉他相關 這個 醫院的臨材 不激喜 這個越南的部分 這個 這個 特別拜託局長 好 局長請坐 下一頁 我想另外一個部分 我們剛剛說到 其實我們 我們臺灣 應該要利用 來自這個 這個 國國的這些 新移民 來創造 跟這個 臺灣的一個 關聯性 雖然他或許 不是一個 正式的外交 或許他不是一個 正式的管道 但是我們可以利用他 來補充我們的國力 我們也可以期待他 來 跟我們這個 臺灣既有的人才 來做連結 所以我們這個 新南向政策的另外一步 除了來照顧原地的 新移民以外 其實另外一步 我們就是要 增加 對著我們這個 南向政策 相關的國家 的任務 當然我相信 可能尊責 包括這個 澳洲 紐西蘭 其實是在 臺灣比較廣為 被認知 或被認識的 一個國家 甚至我們臺灣 有很多 的學生 希望去澳洲 希望去 這個紐西蘭 學打工 所以相對我們對他們 很清楚 但是 相對的 我們對到 東南亞這些國家 其實我們可能是 比較不清楚 像我一開始 我跟這個 各位局長 所了解 我們對東南亞 可能不是太清楚 所以 我們如果有機會 包括我們應該 對市府先 帶頭來做 我們應該先 對東南亞 我們應該要有所謂的 這個 國情認識班 要實際 這個 東南亞 的一個 政經 的現況 包括他們 這個 基本的資料 包括他們 過去 這個 外交的 手段 這應該我們要進一步 來做了解 當然 可以實際上做的 我們也可以 針對到 我們這個 台灣的 學生 跟東南亞 的這個 優秀的大學 可以來做 互相的交流 做 交往學生 或是說 我們台灣的 人材 跟這個 東南亞的 人材 我們可以進一步 有做到 北台的 研究 互相的交流 我們可以 這個 創造 互相的雙贏 因為有可能是 我們要去那邊發展 也有可能 那邊 會過來加導資 所以鄉民的 人材 都很需要 但是這個部分 可能是我們 台灣 或是說我們台南 是相當 缺乏的一個部分 謝謝 另外一個方面 我想請做一個 台南市政府 應該 可以做的 就是 我覺得可以做兩個 部分 第一 我們過去 我們的社區 那種所謂的 姐妹室 還是 友誼室 我要來看到 我們的 這個 姐妹室的名單 裡面 其中 有一個 來自這個 澳洲 其中 有五個 來自菲律賓 我想請問 這個 許處長 我們五個姐妹室 是哪五個姐妹室 菲律賓 五個是 佳美帝 還有大谷帝 還有鐵司馬帝 還有巴賽 還有最後一個是 卡 卡格迪 這是我們菲律賓 五個姐妹室 這是我們菲律賓 請說 我想我們菲律賓 有五個姐妹室 在南向政策的目標裡面 我們的澳洲 有一個姐妹室 是 我想要再次請到處長 處長 不好意思 我們對於 比方說我們菲律賓 的姐妹室也好 還是我們澳洲的 家的姐妹室也好 不知道 我們可以做兵商 是有做什麼樣的交流 澳洲的部分 這個部分 這個部分 這幾個 這兩年可能是比較少 比較少 阿菲律賓呢 菲律賓的部分 我們有做一家交流 包括在那個 他們國勤的時候 我們都有做一家交流的活動 那我要跟那個議員來報告 就是說 那在那一年的部分 目前我們的接洽 是日熱跟棉蘭市 這可能在 每年市長 如果有去 東南亞 新南向國家一些參訪的時候 我們正在積極發展 跟日熱跟 那個棉蘭的一些 城市交流 是 所以我想 我跟你講 這個 就是 這個要提醒處長 其實我們的 姐妹是 其實我們還要再擴充 其實這也是 城市外交的 第一步 處長 先請坐 下一頁 那 另外的部分 其實 我們覺得 其實台南 有相對於其他台灣縣市的一個優勢 那就是文化的優勢 其實如果大家最近翻開這個報紙 來找相關的一個新聞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其他有很多的神市 對到新南向的部分 是非常積極的 包括到東風 包括到這個台中 包括到我們的這個高雄市 其實都可以說非常積極 當然這些神市 本身他們就有一個優點 就是他們本身有基調 本身也有工水 但是相對的 我們台南也有基調 我們台南也有工水 但是 我們台南還有一項 是他們所無的優點 這就是文化歷史的這個優點 所以 我們的這個文化歷史的優點 我所知道的 我們台南其實 有加入世界歷史聯盟 世界歷史城市聯盟 這就是我們的優點 這就是我們這個 百貫市所謂的優點 所以 我們可以對這個聯盟 來想辦法 來跟這些這個 相關的國家 來做交流 來做交配 另外 我們也可以 有別於這個 這個世界歷史古都聯盟裡面 我們自己 也可以來做這個發想 我們自己也可以來做出發 我們可以找尋 跟這個台南 相近 跟台南的文化背景 對於台灣的歷史定位 相近的一些城市 我們也可以來做交流 想說什麼 包括 泰國的青脈 越南的河內市 還有我們 越南的順化市 印尼的日熱市 還有馬來西亞的 麻六甲市 特別是 麻六甲市 他不管歷史文化的心情 還有他的歷史的地位 還有他的地理的位置 其實跟我們這個 台南 都非常相關 所以其實我們也可以來創作 我們自己 所創的 古都聯盟 讓我們台南市 可以透過 火災石的管道 火災地的管道 可以來勇敢走出去 一方面 也可以讓我們台灣 多一條新的火路外交 另外一方面 最重要的就是 我們也可以來創作 我們台南的 觀光的人潮 下一頁 我想這 接下來我要請教 王實施局長 王局長 我想我們過去的 這個 觀光旅遊的招商 其實都著重於日本 著重於這個 香港 那不知道在 未來的計畫裡面 我們是不是在 明年 後年 二後 有來 這個 尖對到相關的 常常愛的國家 特別是我們 台南已經在北的 外南以後 有做相關的 去那裡做 旅展的招商 還是說 其他的這個 公眾 我們大概 明年已經確定 一定會去的是 新加坡旅展 那因為新加坡 跟我們在語言上 包括華文跟英語 都是在既有的資訊上 比較完整的 那加上新加坡的 來台灣的人口 是最多的 所以我們大概 第一個是確定去新加坡 那第二個部分 就是越南跟泰國 我們從今年開始 大概就展開了 跟航空公司的一些合作 那在越南的合作 更集中 因為越南我們除了 觀光型的合作以外 我們也希望促成 就是探親旅遊 跟員工旅遊 因為在越南 也很多台商 那如果他們的員工 來台南旅遊的話 也會是一個 很大的數字 那在探親的部分 兩邊互訪 不管他們的親友團 或者是我們這邊的 越籍的配偶 或者是第二代 新住民要回去 都會是一個 很重要的觀光交流 那第三個部分是泰國 那因為泰國的 國力方面 在這幾年 有非常大幅的成長 那他的出國旅遊人次 也一直在上升 所以我們在泰國的部分 我們從今年開始 是跟庫航友合作 做兩邊的這個 行銷旅遊線的推廣 還有就是他們泰國的部落客 的採線 那今年在泰國的旅展部分 我們是有請我們的旅行社 跟在泰國的部落客 他有來過台南 在他們的旅展裡面做介紹 那也獲得很大的好評 好 謝謝局長 我想這個就是 我想跟您說的 這個應該根據不同國家 不同民主的特性 我們要去setting 他們的市場 還可以創造出 這個多元的一個特色 我們才會有辦法 去運用過來 另外這個當然包括 我看其他縣市的做法 這個提供您參考 比方說其他縣市的做法 有比方說 從東南亞來的旅行團 他可能給他一個在地的小伴手禮 這是其他的縣市有在做的 那也期待 比方說像 我有去 比方說台南機場 我們來看 我們的台南機場 目前對台南的簡介 可能大概都停留在英文的部分 那我們是不是 我們只有粵語志工 粵語志工 那我的意思是說 比方說 關於台南的行銷 比方說我們的觀光地圖也好 我們的所謂的美食 地圖也好 他有可能 應英文 不一定 可以表達去 表達出外面的意思 所以 我們現在有一個直飛越南的航線 我們是不是未來也可以思考 我們未來 在做導覽地圖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也應該 為這個粵語來做一本相關的導覽地圖 既然我們已經有直飛的航線 這顆很愛拜託這個局長來做俗客 是 局長請坐 另外我想 其實我們剛才有提到 其實提到我們剛才有說的旅遊 其實最近 有一塊旅遊的大熱門 可能要提醒我們相關的這個首長來做注意 就是穆斯林的旅遊 其實 根據這個相關的報導 其實穆斯林 目前的一個旅遊人潮是將近1.2億人 這個有研究資料統計顯示 大概到2020年的時候 這個它會達到1.7億人 創造2千億美元的一個旅遊的一個市場 其實那台灣呢 那台灣在所謂的非伊斯蘭地區 的一個旅遊裡面 其實它的排行是逐年升高的 由過去的第10名 在這個今年 已經耀升到今年的第7名 所以其實來台灣這個 是穆斯林旅遊 這個未來相當需要的這個方向 所以 我們要想辦法 在這個裡面 既然全世界有2千億美元的這個市場 既然我們台灣 是這個排行第7名 他們想要來的國家 我們要來建立 相關的穆斯林認證 穆斯林餐廳 或者說所謂的清真食物 這個就要 這個拜託局長來多費心 這個部分我們應該要相關做 因為我所知道的 現在台南的穆斯林友善餐廳 其實只有4間 那如果飯店的話 其實只有3間 包括菁英、大一、立志、威月、頭帽 其實只有3間而已 其他的部分 可能要拜託局長在未來 福德的部分 也要針對這個部分 應該要拿出建議 好下一頁 我想最後 這個就是南向政策 剛才我們所說的是 經濟的部分 請問方局長 我們有預計要去東南亞招商嗎 這個部分其實像今年 就是經濟部 經濟部帶團去馬來西亞 我們都有參加 那未來我們在明年 我們也會考慮到 帶我們的廠商到東南亞國家 那假設我有一個朋友 他想要去比方說 這個緬甸投資好了 那請問他透過金發局 他能得到什麼樣的協助 我們基本上有收集到 東南亞各個國家的 相關的投資的信息 那這個部分我們有 像其實今年我們辦了一些說明會 就是說讓台南的廠商能夠了解 東南亞目前各個國家的 相關的法令及市場的狀況 讓他們了解 那相關的資料中央也有收集一部分 那我們是也中央會提供給 市政府這邊來 我們提供給廠商做一些參考 所以這未來要拜託局長 我想佩合局長的 這個新南向政策 應該要趕緊去建立 一個單一的窗口 我們 讓人想要來投資的 或是我們想要去投資的 都可以有進一步 這個對話的窗口 我們跟議員報告 我們其實目前就是 有一個投資商務科本來就是 它就是一個對外的投資的窗口 所以基本上 這個窗口本來就是 都可以來服務 會來服務啦 對對 特別是因為 當然要這些國家 每一個國家 它的法令 甚至它的封土民情 甚至進出海關的狀況 這有時候都不是很清楚 這個部分我們還會再記記收集 就是說 讓人能夠有要投資 到東南各個國家 可以讓他們有進一步的訊息 畢竟政府來收這些資料 是比較簡單的 所以這個要特別拜託局長 這個局長請坐 下一頁 我覺得今天 林林總總 講了那麼多 其實我想 最重要的 新南向 其實應該要利用 我們的優勢 特別是我們這個台南 我剛才所說的 我們有文化力輸的這個優勢 是優伯吉他的這個地方 但是新南向最重要的一個連結的部分 就是我們的機場 就是我們的這個工廠 所以 這要特別拜託市長 特別拜託 各局小的市長 應該 要開始來思考 配合到中央的政策 來建立一個新南向的經濟 不管是機長也好 還是工廠也好 它都是在我們的南區 是在我們的南區 所以這要拜託 這個要南區的部分 能夠透過新南向 也可以脫胎換骨 至少 旅遊 觀光 人潮可以多一點 對南區出入 貨物多一點 那就有機會 來帶動我們南區相關的這個發展 好 下一個 這樣 下一張 這 接下來 我相信除了我所說的 新南向政策以外 我要特別 另外一個部分 想要來 教大家 共同請教 我們南區最重要的一條河川 就是 中夕跟立新夕的經濟 下一個 我想特別 感謝我們的這個 這個彭局長 李孟彥當 這個秘書長之前 是水利局的局長 特別 感謝 感謝那個秘書長 之前 在當局長的時候 跟 當時候的彭副局長 有一起 這個陪同我 用騎腳踏車的方式 騎腳踏車的方式 來 這個 尋立新夕的這個部分 立新夕的部分 這 跟市長 報告 立新夕的部分 我們當然其實我們也有去看過 立新夕大概有 這個 最多有幾個問題 第一 就是它的水質 水質很潮 全然有水 第二 所 演生出來 就是這個空氣無量 很潮的問題 市區的基民 幾十年來都 撞不住 第三 就是它的這個相關 相關的這個 河體 還是橋墩 其實幾十年來 都已經破舊不堪了 所以 當然 這個 沿對水質的部分 我們的水利局長 有特別 來 這個 提出整治的計畫 或是 撞車的 清水整治的計畫 所以 在這裡 想要請教局長 我們撞車的整治計畫 何時可以動工 何時可以完工 我們等很久了 跟以哲家 初步做一個報告 我們目前日新西業 包括這個 水岸環境的 再造 跟水質進化廠 它的這個基本的設計 大概初步都已經完成 我們大概 預計明年就趕快來 年初 就儘速來 就是 環保署 跟營建署這邊 審定我們的相關的設計 以後 我們就可以來發包 來試做 那大概是什麼時候 最快 我們最快的話 我們大概 預計應該是在 107年 大概陸陸續續 都可以來完成 逐溪的整治的一個部分 對 因為我們大概分為 逐溪我們分為左岸 跟右岸 我們陸陸續續爭取到經費 我們就逐步來發包試做 譬如說像現在 逐溪的右岸 我們已經開始在啟動 所以這個 這個 近期內 我們看得到 107年 期待你107年 一定要 這個 如質如期的完工 我想這條很重要 下一頁 這是你這個 水質進化廠 可以處理污水量的一個部分 那我想 上游的水質進化 如果處理好 那這樣我們下游 日新溪的水質 跟它會發出惡臭相對的 它可以來減輕 應該是沒問題 有信心嗎 有 有信心 下一頁 這是 這是你們未來的期待 主席整治完之後 對著這種的荒煙漫草 來變一個 相當漂亮的入口意象 那期待你趕快完工 那下一頁 另外我想 主席的部分 其實已經 這個 預期 107年 已經可以來完工 那但是相對的 它的下游的日新溪的部分 主席完工之後 雖然可以改善 這個相關的水質的 惡臭的問題 但是它周邊的景觀 它都是距離不到 六米的民宅 這個部分 局長我們有沒有辦法 在明年度 來編列相關的預算 做我們這個合體的整治 是 或者甚至我們合體 視周圍 這個綠美化景觀的整治 我們這樣做得對嗎 這部份 我做一個 跟伊德做一個報告 市長也很關心 市長也現場 到現場 來了解這個情形 所以我們已經跟 這個營建署的沉香風貌 已經爭取到相關的這個 沉香風貌在改造的經費 所以我們會針對這個水岸環境 趕快來進行 趕快擋鞋子也擋鎮 這個應該是明年就可以完成 明年可以完成 106年 你要確定喔 不然我們明年這個時候 還是要來問你 拜託你 因為它可以是說 這個市區裡面 最跟民宅相接近的一個地方 你如果這個人同此心 心同此理 我們如果躺在那裡 看到頭前的污蔽 看到他經常發掃幾十年來 這個要拜託你 你想方設法一定要改管 是 這個太別的拜託局長 好 局長請坐 好 下一頁 那接下來我想 這個也要跟這個市長 來做探討 特別是我們的灣里喜宿 甚至我們整個南區 最近在開始來做都市計畫的通盤檢討 特別是萬里喜宿的這個部分 這長期以來 這個 我們萬里喜宿進步的速度 當然相對 比市區更慢 但是特別感謝市長 其實這在我們很多島的這順 裡面 我們對到萬里喜宿 我們看到市長非常用心 包括過期所賣的 來賣2,80萬 來做床屋死灶的取得 包括我們在我們的民間路 來做將軍3,000萬的抽水戰 完工之後有機會 讓我們的萬里這個部分 不會更淫水 包括這個萬里人工師弟 過期荒煙漫草 在過期我們的林茂園局長的努力之下 其實也變成一個 至少還可以散步的一個公園 這個都要特別感謝這個市長的努力 但是接下來 下一頁 那我們要做這個萬里的都市計畫 下一頁 我想我從都市計畫裡面 看到萬里喜宿 有需要再做這個調整的一個問題 特別我要先提到的是 這個萬里的菜市場 下一頁 下一頁 萬里的菜市場 其實這個市長應該常常去 這個萬里的菜市場 這幾十年來 已經逐漸的老舊 破舊不堪 落後 也 處長也破了 也會痛痛 這個 這個地水 當然在市長的努力之下 現在比較不會喝水了 但是我們在 有一個價位裡面 我們雖然有提出一個想要 建立的萬里菜市場 新的萬里菜市場 會租一價位 但是在現有的價位裡面 我覺得我們如果 尊重在原地 來做規劃 那我們在未來施工的時候 這個萬里菜市場 這些攤販 他們就沒有所在堂棄 所以我第一個建議 願望 我們未來萬里菜市場 如果要重新重建的時候 能夠先建好菜 先在他旁邊 可以先蓋一個新的菜市 讓這些固域 這個固域 固域 可以繼續在原地 可以繼續來做賣賣 當新的氣候 更把這些固域 來刷到新的 我們更來貼圖 這個固域 這樣可以補充 這個固域 在這個 一兩年 這個 蓋的 蓋的過程當中 他們也有辦法 可以繼續做成立 這是我第一個建議 下一張 第二個部分 不管是原地也好 火灶也好 其實 因為 它是一個 算起來是相當 傳統的一個地方 傳統的部落 所以 我們那些 停車的空間 非常地盛 所以這也是 可以來建議 第二個部分 就是 透過的都市 有的 我們的停車場 讓它可以更加 不然 最近 我跟這個 我們的 萬里商圈 我們的萬里商圈 來辦一個 活檔 十萬科的活動 有很多 外地客 來到我們 萬里的實施 它一定是 大部分都開車來 但是 真的找不到 地方可以停車 真的找不到 地方可以停車 所以 第二個部分 就是 透過的都市 各位 可以來 增設停車場 下一頁 第三個部分 我剛才有所說的 萬里是一個 這個 老部落 火車 我也是一個 老部落 老部落最大的 特色 是這個行李很多 有很多 很好玩的 很好吃的 都在行李裡面 但是這個 很好吃的 很好吃的 在行李裡面 這大行李 內行的 找到 但是兄弟 那些車開不下去 所以我也有做過一個實驗 我做到 我的助理和幹部 我自己去坐腳踏車 用到騎腳踏車的方向 配合到 萬里商圈 一站一站出的 一站一站吃 這可以算半天 你如果看夕陽餘灰 這在萬里火車 都可以算一天 但是 我從來看到 我們水里叫雖然 有來 正出這個 雙博物館的自行車線 自行車道 要對到 奇美博物館 來到台灣歷史博物館 但是 這個自行車道 全長25公里 25公里 裡面 來搭配到 我們不要說 觀光路由局 因為觀光路由局的腳踏車 沒辦法吃這個儀環 他有辦法在 這個四周 會這樣 生人籠 但是 如果這個 配合到未來 交通局 所說的T-bike 交通局長 交通局長 你的T-bike的50點計畫 目前 只有兩個點 第一個 是在奇美博物館 但是你知道嗎 奇美博物館要騎來 緩緩 你要騎多久 要騎10公里 你第二的店 在哪裡 你知道嗎 你第二的店 在宿谷園區 宿谷園區 在台灣歷史博物館 你知道嗎 有多空 也有7公里 所以你的T-bike 無法搭配自行車道 無法搭配全長25公里的 這個雙博物館自行車道 來做使用 阿嘉蘇公 他這個 在奇美博物館 照車 他騎 沒空騎來我們 原理 經過 沒空騎到 台灣歷史博物館 因為你騎去 25公里 你再騎回來 也是25公里 阿不然你就要 多騎7公里 去到 這個 宿谷園區行 所以你這個T-bike 建議你 未來應該搭配 我們的自行車道 來做 擴典的使用 特別是我們的 這個 萬里和火車 我拜託你 這一定 最沒有 萬里火車最沒有 一定要設1點 這樣可以答應嗎 跟議員報告 因為這個雙管自行車道 還沒有全線貫通 你要先坐起來放阿 對 還有一段還沒有貫通 是啊 所以我們現在 還是沒有辦法 全線騎乘 第二個說 這25公里的 雙管車 自行車道 未來完成以後 他是一個亮點的 自行車道 但是他不一定是 非常適合 T-bike全程騎乘 我們的T-bike 還是希望 比較休閒型的 當然 我們現在還是有很多自行車隊 玩家他們會自備自行車 所以 不過剛剛議員建議這個很好 所以你T-bike 你T-bike 雖然不是給自行車 對 是觀光休閒的 但我現在就是要跟你說 觀光休閒 你至少在我們的灣裡 在我們的喜宿 應該要設一點 因為這樣子 騎個幾公里 那你就可以到 奇美博物館 去那邊還車 這才是 這才是觀光的方便性 不然你整條 有這個奇美博物館 比較設一個站 而已 不想不想 你也來我們管理 設一個 就算是 不要騎到其他地方 這個T-bike 還要在我們管理 來這個 這個路由 也很方便 所以 拜託你 這個 我們管理 你看看 一定要把我們設一個 這個我們會評估 好不好 我再跟議員報告 請坐 下一頁 另外 這是我 這個 這個 頂級的會期 特別跟市長報告的 就是我們的永城路 想要過 86 來貫通 這個 人德的地區 當然這個部分 總長 這個 需要花 7.99億 非多的部分 要1.3億 但是 這個 7.99億 在我跟林俊憲委員 現場會堪協調下 中央政府 已經願意 這個付一半了 當然 另外還有4億 這要拜託市長 要再幫我們 到三天 讓整個 這個 生活圈道路 可以完整 下一頁 最好 就是 要利用時間 跟市長報告 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 我們 我們 都是 都是最早停電 最萬復電 但是 日前我跟林俊憲委員 有特別 政府電燃 地下化 要來做 市民路以南 總共7千萬 這經費沒問題 但是 市民路以北 到新榮路 因為路平專任的關係 沒有辦法做 是不是可以 請市長幫 請市長最後的總結 謝謝 感謝理務委員 剛剛多面向的指教 新南向的意見很好 我們會來 來參考 並且來推動執行 特別是 其實是政府 意見跟你一樣 我們也已經決定 要成立一個 新南向推動委員會 跟你大概的意思都一樣 後續呢 我們也行 語言都給我們指教 在南向 新南向的政策方面 能夠推得更成功 第二個 剛剛所提到的竹西 這一條是一個 台南市非常有代表性 也非常有意義的河川 如果說 在台南市 當然也有其他河川 很多文化界的人士也有提起 可是就目前而言 可以來好好規劃 提供一個親近的環境 大概就屬足溪 我們經過兩三年的規劃 中央也答應 我們分成左右岸來推動 我相信未來一定提供一個 中西區 東區 中西區 到南區 民眾一個很重要的休閒地方 也會是一個城市 非常有代表性的河川 第三個是 剛剛你提到的 這個洗漱灣裡的都市計畫 未來我們菜市場在新建的時候 會先建後裁 另外呢 我們也會照你剛剛的建議 規劃一個停車場 而且我們隔壁的私地公園 我們今年也有編三千萬 所以如果今年預算審查順利的話 明年也可以開始 那這一些 對灣裡地區的生活 生活機能的改善 還有環境品質的提升 一定很有幫忙 那最後一點是永成路 感謝這個林俊仙議員 跟理務院議員的協助 如果中央有確定要資源的話 我們配合款我們一定會來協助 但是路平這個就沒有辦法 路平一定要三年 一定要三年 不過不急嘛 不急 那個已經應該有一年多了吧 剛剛講的民進路這一段一年嘛 因為我們一定要規定 如果有任何一個地方 因為市政府要做工程 然後就給他解禁 那其他民間也有很多正當的理由 那接下來這個路平的政策就會瓦解 那這個話我們道路呢 就沒有辦法繼續平整 所以這個可能要跟 呂議員先抱歉 這可能還要三年滿 才可以地下化 特別說明 謝謝 好 好